172. 上海證券報 多管駛下速強勢反彈超跌板塊型布局良機 2015年7月14日新聞財富管理04黃棚記者黃棚令編輯長功在管理場多管駛下的治理策略下 持續多月的A.股暴跌行情在上週四出現引人注目的轉變 個股紛紛的停的現象被幾乎全線象庭所替代 除了監管部門在政策上的強力支撐外 股票市場的主體之一上市公司也通過各種形式參與自舊 截至上週 有高達1400多家上市公司申請了停牌 伴隨市場回戀 者者攜帶利好消息復派的公司 尤其是新興產業龍頭股連續上演將停售 推動重倉持有的基金正值顯著回升 以公銀主題策略為例 其重倉持有的東方財富發布公告稱 公司已使用自有資金投資25000萬元 獲得熱真網絡27%股權 獲得第三方支付牌照 以進一步托寬公司互聯網財經金融服務大平台的服務範圍 該股票復派後強勢上漲 帶動了整個創業版市場的做多人氣 此外 基金另一從倉股 股哥華有線也於7月11日發布公告稱 公司將在12個月外窄機利用 自有資金人民幣1億元增持哥華有線股票 同時 增持完成後的6個月內不減持前述增持的股票 在兩隻個股連續漲停的帶動下 公銀主題策略7月9日和7月10日 正值分別上漲4.16%和2.88% 經過此輪調整 不少前期跌幅較大的板塊也展現出介入量機 以醫藥板塊為例 華泰政勸醫藥團隊認為 繼續關注前期跌幅大的優質醫藥企業 整體配置邏輯 短期長反彈 長期有產業邏輯 第一階段是搶龍頭 有利潤基礎或估值優勢 疊家故事的公司 第二階段彈性更大的刑事代表產業發展方向 管理團隊優秀 商業模式領先 卡位產業優秀資源的公司 作為一隻醫藥主題基金 公銀醫療保健主要投資於中信證券一級行業 分類中醫藥行業的上市公司 截至一季度末 基金實大重倉股中和街股份 惠寧軟件等各股均衛互聯網 醫療板塊龍頭企業 在公銀基金看來 短期內 一方面股市大幅下挫 已經令因前期股市快速上漲而積累的風險得到了較大程度釋放 另一方面 監管曾釋放的政策扶持信號越發強烈 在股市政策底已經出現的情況下 股市進一步下行空間了張有閒 對應到行業和主題配置看 短期有基本面支撐的高安全邊際個股 如金融、家電等藍籌股 有業績支撐的優質成長股 將更具吸引力 與此同時 國企改革等有政府政策支撐的主題也值得繼續關注 好期待 好期待